近期,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负责人米赫耶夫表示 如果俄罗斯战略伙伴需要 俄方愿意出口最新型五代机苏-57亿 作为俄罗斯空军的一款新型战机 苏-57综合性能优秀 被俄空军视为对抗美军F-22的主力战机 那么,同为五代机 F-22与苏-57到底谁更胜一筹呢? 美军军事专家约翰·布洛克认为 一架F-22可以挑战十架 乃至更多的苏-57 换句话说 F-22与苏-57的战损比大于一笔十 意味着苏-57根本无法击败F-22 这是由于苏-57的定位虽然是一款五代机 但其是否具备优秀的逆踪能力还有带商榷 从外形来看 苏-57更像是拍扁的苏-27 两台大直筒发动机清晰可见 破坏了苏-57的隐身性能 此外 苏-57缺乏隐身机标配的EODAS系统 因此不得不在战机尾部 安装了小型后世雷达 这进一步对苏-57的隐身能力构成影响 相比于苏-57 美军的F-22采用了特殊的隐身涂层 发动机也是经过处理的 能够达到最强的隐身效果 因此 F-22凭借着隐身优势 在与苏-57的对抗中 能够获得巨大优势 当然 仅仅凭借隐身优势还不够 F-22搭载有先进的航电系统 内置弹舱可携带8枚空空导弹 其中 AIM-120D导弹最大射程180公里 F-22在空战中 就可以做到先敌发现 先敌发射 先敌摧毁 在超视距打击领域 F-22毫无疑问 会力压苏-57 而在近距格斗中 苏-57也不是F-22的对手 F-22安装了两台推力高达17吨的 F-119发动机 拥有超强机动性能与超音速巡航能力 而苏-57虽然采用了中央生力体布局 安装了推力更强的AL-41F-1S 但机动性并不如F-22 最后还有一点是 在近距格斗中 苏-57在发射完导弹后再无其他 而F-22还拥有一门20毫米 M61A2火神机炮 被弹数量为488 可对苏-57完成最后追杀 因此综合来看 F-22的隐身能力 航电系统 发动机性能以及弹舱武器 全面超过苏-57 在空战中有着很大的优势 不过 在实战中并不仅仅是单一武器的对抗 而是需要各系统协同作战 一架F-22到底能不能击落十架苏-57 这还需要经过战场的考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